大家好,我们来一起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首先,我们还是来一起了解一下 今天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 按照预定的计划,今天上午10点整 即是美东时间上午10点整 美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 他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那么这个讲话呢,他主要是针对美联储未来政策的一个指引 所以说,这一周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经济事件 就是等待鲍威尔的这次讲话 那么鲍威尔今天讲话很简短 于往年的美联储主席讲话的时长来讲 今年是特别的短 但是呢,他的观点也非常鲜明 而且清晰地传递了美联储的一些政策的指引 那么我们了解鲍威尔的讲话呢 LT建议大家,你一定要捕捉到他的两句话 你就能够理解他传递的信息 他的第一句话,他就是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是毫无争议的 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但是美国的经济活动仍然很强劲 那么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 他讲第一句话,他希望传递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美国的经济啊,是在放缓 但是呢,还不至于衰退 就他后半句的话的含义啊 他就是在放缓,不至于衰退 但是呢,你放缓的话 往哪个方向放缓呢 当然是往衰退的方向放缓 所以他是一种温和的警示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就是让今天市场有点受惊吓的 他说美联储的政策目标 就是要把通胀降低到2%以下 那么未来美联储的这种加息 可能会给企业、个人、家庭带来一定的痛苦 但是我们必须要忍受这种高通胀 打击高通胀必须付出的代价 他作为一种提前的预警 因为你随着加息,他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疼痛呢? 你比如说你买房 你的贷款利率就要增加了 那么也有可能企业为了节省开支 他会裁员 甚至会出现衰退以后的一定规模的失业 所以说鲍威尔今天他是借这么一个机会向市场、向社会传递 美联储加息的决心他不会放弃的 他今天讲了一个很技术性的描述 他说通胀的指数是出现了一些下降 但是你又没有那样的数据来证实通胀已经到了顶点 他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7月份通胀数据比6月份要好 但是这个不足以作为通胀已经见顶了的证据 还需要几个月的数据来说明、来证明 所以总的来讲 今天鲍威尔这个讲话呢 LTE感觉他还是比较客观的 而且分寸把握的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 就在鲍威尔讲出这两句话的 短时间市场受到惊吓 有一个升跌 那么马上就恢复了平静 减缓了这种跌势 但是鲍威尔这次讲话 它最重要的意义呢 就打消了人们那样一种幻想 就美联储会不会暂时减缓加息 甚至是不加息 这个鲍威尔讲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在谈论这么一个严肃 很紧张的这样一个话题时候呢 也可以放松一下 就是建议网友们有机会啊 可以到这个Jackson Hall去旅游啊 去玩一玩 鲍威尔他出席的这个会议呢 是全球央行的一个年会 每年都在那个地方举行 那么说Jackson Hall那个地方呢 大家可能不一定印象深刻 但是要说黄石公园 可能呢全世界的人呢可能都知道 那么你要去黄石公园呢 一个主要的入口就是这个Jackson Hall 这个小城市 这个城市呢很优雅很安静 你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呢 它有点像云南丽江 但是丽江呢现在人太多了 你假如把云南丽江的人呢 减少90% 哎 他的感觉就是目前的这个Jackson Hall Jackson Hall呢 他你在他那个城市住居住呢 你会感觉他很文艺 很小资 就LT住那个地方时候呢 哎 有点感觉像成都 中国的成都 但是呢 他的规模呢 哎 又比较小 有点像云南丽江 但是他的那个街道啊 哎 他的那样一种感觉啊 哎 有点像那个成都的那样一种 很小资的感觉 但是一般的这个旅游团呢 很难安排你去这个Jackson Hall去旅游 因为他一般都是到那个地方去了 他左右又没有什么相关的城市景点 就是去黄石公园才会去他那 那么旅游完黄石公园呢 大家又马上又走了 那么如果在北美的网友啊 或者是你到美国来搞自驾游的网友 哎 可以考虑到那地方去玩一玩 第二个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呢 是 今天美国主流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他主要内容就是 微软与北京字节跳动 正在合作一个大型的人工智能项目 哎 这个新闻呢 LT看到财经媒体也好啊 政治性的新闻媒体也好 都在热议这件事 那为什么美国人对这件事感觉的 很愿意去来说两句呢 他主要是目前在中美竞争这样一种大背景下 哎 微软与北京抖音呢 还开展了这样一种啊高科技最尖端领域的这样一种合作 所以这个就让美国舆论感觉不太爽 那么LT对这个新闻呢 想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就这种事在美国很多 你不要看美国呢 政府呢 是希望正面的面对中国的竞争 或者是遏制中国的某些高科技技术的获得 但是在企业界可没有这么样的积极性 很多科技公司 他们的有一些外包项目都还在中国 甚至有一些部门呢 整部门整部门的放在中国 特别是有关于软件领域的 所以说即使是美国最先进的一些科技公司 他们很难切断与中国的这样一种科技合作 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现实 而且美国的法律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合作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中国就不一样了 就中国与美国竞争的时候呢 中国的国家队形它瞬间就能形成 就习近平一声号令 那么他的国家队形呢 它就能够形成 这种国家队形呢 除了政府国有企业 然后是民营企业 他们都保持与中共的这种所谓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队形 你包括窃取美国的技术 或者与美国合作的这样一些技术获得的信息 他们会在中国国家层面去分享 反观美国 美国与中国的竞争的国家队形 到现在为止没有形成 为什么没形成呢 企业不响应 政府召集 政府只有通过出台 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制裁限制 来约束企业 那么企业被动的来参与中美竞争 中国那边就不一样 中国的那个国家队形呢 它是靠国家安全法 靠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种极端统治 它很快能够形成一种国家队形 所以这个呢 就是需要美国人呢 从更深层领域来思考 就在与中国竞争过程当中 美国能不能形成国家队形 形成不了有什么危害 这种深层次的问题呢 而是今天看这个媒体的议论呢 议论来议论去呢 没有一个专家谈到这一点 他们都在谈呢 说微软不地道 特别是一些共和党的一些议员 都在批评微软 在这种背景下 怎么还去跟中国勾勾搭搭搭 但是呢 他们都回避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美国的这样一种国家竞争队形 为什么形成不了 没有这个概念 第三个与网友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也非常有意思 就今天盘前 中国证监会 他率先宣布 中美就中概股的这个审计 达成了协议 那么今天香港的这个科技板块呢 也是暴涨 也是大涨 那么在盘前呢 中国官方率先宣布达成协议呢 这个盘前的这个妻子啊 就中国中概股的这样一种妻子呢 也是大涨 那么在开盘之后呢 在开盘临近开盘的时候呢 就美国证监会 美国的这个证监会审计机构 PCOB 他们网站上呢 也公布了这个所谓的协议达成 但是在美国PCOB的官方宣布这次协议的这个内容之后呢 美国中概股的那种啊 像香港的那样一种剧烈的那种涨幅呢 就回吐了 就变得比较平和的 略微的有一些上涨了 就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变化呢 这就是这个新闻的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来一起来抛析一下这个新闻事件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中国官方是怎么讲的这个协议的 那么中国证监会网站上呢 它是这样来介绍 刚刚达成的中美省级协议 那么中方对外解释这个协议的内容呢 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 中美双方确立了对等原则 协议条款对对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 中美双方均可依据法定职责 对另一方辖区内相关事务 所开展检查和调查 被请求方应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尽力提供充分协助 第二 明确合作范围 合作协议范围 包括协助对方开展 对相关事务所的检查和调查 其中中方提供协助的范围 也涉及部分中概股提供省级服务 且省级底稿存放在内地的香港事务所 第三 明确协助方式 双方将提前就检查调查活动 计划进行沟通协调 每方需通过中方监管部门 获取省级底稿等文件 在中方参与和协调下 对会计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询问 这中方讲的三点 中方讲的三点 你给人感觉与原来的立场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美国同意了 达成协议了 你看要在中方的核心 就是要在中方参与和协调下 才能够对会计事务所的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询问 那么在今天早上美国开始之前 美国PCOB就审计机构的这个网站上 PCOB的主席威廉姆斯 他也讲了三点 就是讲这个协议啊 三点 就大家先听听 看看与中方的三点 有什么相同 有什么不同 他讲第一 PCOB在选择起需要检查和调查的事务所 审计业务和潜在违规行为方面 拥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无需与中国有关部门协商 也不需要中国有关部门提供意见 你看这一点呢 就于这个刚才上位讲的中国官方那个意见呢 他就有出入了 第二 关于PCOB检查员和调查员查看 包含所有信息的完整审计底稿 以及让PCOB在需要时保留信息的程序已经到位 第三 PCOB有权直接访问所有与PCOB检查或调查审计工作 有关的人员 并获取他们的证词 那么大家通过了解中美双方各自对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解释呢 大家可能就会能够听出一点味道 听出一点门道来了 那么针对这么一个事件 就中美达成有关中概股的省计协议这件事呢 LT想做三个方面的这个评论 有助于大家来理解这个协议 首先第一呢 是今天中美双方分别宣布所谓的达成协议 各自是不一样的 中方他宣布的是中美达成协议 而且呢 中国证券会在解释当中呢 他非常明确 就是这样能够确保或者能够促使中概股呢 保留在美国的上市资格 有助于保留上市资格 这个是中国证券会的这个观点 那么第二呢 就美国媒体 美国官方 他是怎么理解这个协议的 美国证券会的网站上 他的描述呢 是达成了初步协议 就他在协议之前呢 有一个初步初级初步就达成了初步协议 而中方呢就达成协议 这是一个方面的区别 那么在PCOB呢 他这个调子就更低了 就是PCOB的网站上 他讲的是用中文翻译是 签署了一份协议 这是向开放检查审核 卖出了第一步 就是他最终他要开放检查审核 这只是卖出了第一步 所以这是第二个 你就能看到中美双方呢 对这个协议的定性定位 差别是非常大的 甚至有原子性的差别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与网友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审计协议会出现一中个表 那么这是打引号的 所谓的一中个表呢 就是中共擅长运用的这样一种政治骗术 就他拿一个呢 不存在或者模糊的概念 来制造一种呢 达成协议的假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中个表呢 LT认为呢 你从三个方面就很容易理解 首先第一美国不确定 不确信 中共会真正的会交出升级底稿 所以说他不愿意承认 是一种一揽子解决方案 他认为只是一个初步的协议 而且呢 他9月中旬要派人去查验 就这一套所谓的协议 可不可行 另外昨天谈到这个9月份呢 美国要派人到香港去检查中概股的 这个升级底稿 要进行测试 那么昨天呢 双方并没有讲太清楚原因 那么今天中方呢 就讲得比较清楚了 因为昨天媒体推测嘛 是不是因为香港的法律环境宽松一些 北京的紧一些 中国国内的紧一些 那么呢 就放在香港 那么今天中国政将会 他把它讲清楚了 就是为什么9月份呢 他们测试性的这样一种审核呢 放在香港呢 主要是因为疫情管制 就是中国啊 他那个清零啊 9月份取消不了的 所以说你如果 9月份要到中国境内 去测试一下这个省级底稿的话呢 那可能又会得罪这些人 搞不好是因为这些清零呢 又让这个不欢而散 所以这个为了安全起见呢 就放在香港 那么美国呢 他坚持认为是个初步协议 而且还需要9月份的查验 才能够承认的协议 就是因为对中国不信任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按中美双方各自的表述 实际上他就体现了这种协议 根本就没有达成 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在哪呢 核心就是美国去拿你的审计底稿 去审计做相关的审计 不能够在你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协助下 他要独立的去开展 那么美国理解呢 也是认为中国是同意的 当然在中国官方的解释 三条里面呢 就是不行 美方必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 才能够获取审计底稿的文件 而这个PCOB的主席威廉姆斯 他今天的他的表达是这样的 从书面上看 本次签署的协议 使PCOB能够完全获取 关于审计底稿 审计人员 以及任何我们所选择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调查的信息 这个过程没有例外 但未来真正的考验 在于书面达成的协议 能否在实践中转化为完全的可行 而且这种过程是 无需与中国有关部门协商 也不需要中国有关部门提供意见 你看美国人理解呢 他就这个不需要你中国来协商 不需要你提供意见 但是中方在他核心的三条里面呢 第三条是 美方必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 获取审计底稿 在中方参与和协调下 对会计师事务所 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 所以说你看 这个协议理解本身 两个国家呢 是完全相反的 就完全是没有达成协议的 就对协议表达他们的理解的 你看能够证明 他们对协议啊 同样一纸协议的 他们的理解是完全是相矛盾的 不仅仅是不同 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 为什么会出现一中各表呢 因为双方的本意 本来就不同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方面 为什么出现一中各表呢 明显理解上南辕北辙 明显相冲突的 为什么大家又签了这个协议呢 这个就是LT的一种啊 推测 就不排除美国政府和美国证券会 表面上强硬 实际上呢 敷衍了事 与中国方面的联手 来欺骗美国国会和美国社会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因为美国的一些官僚阶层啊 他们在与国际打交道时候 并不总是能够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 就大家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 你就能够看了解到 就市场的投资者还是很聪明的 第一是欢迎达成这个协议 第二呢 对这个协议的评价呢 也不会过高 适度 今天美国市场的对这个协议达成的 在中概股的股价反应上 体现的市场投资者 还是心里有数的 那么LT预计呢 在9月中旬美国PCOB到香港去模拟审核的过程以后呢 进行以后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 这也与昨天呢 LT的这种预计呢 还是相温和的 就协议有可能达成 但是还是会有些磕磕碰碰 第四条 与网友们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是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啊 又升级了 就有很多这个讲政治八卦的人呢 讲这个清零放松 不是的 中国清零又升级了 北京形成了一种围城的态势 就北京的被包围了 他这种围城是被什么围城了呢 是被他周边越来越多地方被封城了 就相对而言呢 就对别人来讲是封城了 但对北京来讲的是一种被围城了 就别人被封城了 那北京也出不去了 也不能从封城的地方出去了 所以北京呢 形成了一个被围城的态势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也都是最近几天发生的 那么我们来一起来解析一下 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一种 新闻现象或是新闻事件 首先第一呢 我们应该了解就今天 怎么会突然形成 或者突然感觉北京被围城呢 那么今天早上 也就是8月26日 河北廊坊的这个湘河县 他发布了一个通告 这个通告呢 指出呢 在8月25号 在20混一样本检测出现了异常 那么到了8月26号的1点30分 经过单管检测 确认了郭某某被确诊 那也就是说在8月26日的凌晨 湘河发现了一例 那么湘河发现一例之后 他做了什么动作呢 他立即发出了风险区划定的通告 就是高风险区 低风险区 就分这两个区 那么这个郭某某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什么城外城契配城 安福寨苏庆公寓 这些区域呢 就化为高风险区 其他的湘河所有的区域呢 还是低风险区 就做了这么一个告示 那么到了上午就不一样了 到了上午也没有增加新的感染病例 也没有其他恶化的情况 那么湘河呢 就发布了一个新的公告 就在他这个半夜发的这个公告 基础上发了个新的公告 什么新的公告呢 就是全域开展 静默管理 实行临时管控 而且时间呢 从2022年8月26日1时起 你看他在8个小时之后 他往前推 实际上你这个静默管理 你当时在8月26号的凌晨1点的时候 你并没有采取什么管理 你到了上午天亮了以后 又接到新的指示 要对全线进行静默管理 就封城 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理由的封城 为什么与凌晨做的那样一种 风险区化定的管控 那个又不一样 又提升了这种管控 那背后有什么 我们后面会分析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就你理解北京这个封城呢 在8月23号 北京的南边 南边的入口 河北的卓州市 已经宣布全域静默管理 已经封城了 河北卓州在封城的时候呢 他们官方媒体啊 还封出了一种自豪感 或者封出了一种责任感 就河北卓州 他宣布到封城的时候 他政府讲一句什么话 他说这个是 要保护好首都的南大门 就是啊 我这个封城呢 是为了保护首都的南大门 你保护首都南大门 是保护了你封城了 但别人也从南边 进不去这个北京了 这是第三个 大家来了解 这样一个封城事件呢 你看 湘河呢 大家脑补一下这个地图 湘河呢 在北京的正东 就是长安街 你鼻子往东开 从天安门一直往东开 你开40分钟就到了湘河 那么整个东边的那个 北京的这个出口呢 全部在这个湘河县 就大家过去经常讲的 所谓的廊坊 实际上廊坊主要靠近北京的 就是这个湘河 在东边 那么很多北京工作的人 或者北京人在湘河买了房 那么一封城 那就得在家待着了 卓州呢 就刚才讲了 是北京的南边 所以说 截止今天 湘河卓州封城呢 就形成一种什么态势呢 就把北京的东边和南边 就封堵起来了 就他们对河北人来讲 叫封城 但对北京人来讲呢 就叫封城了 就叫围城了 就把他们就围上了 那么北京的北边呢 是山区 那个你封不封也没有问题 那么就剩下西边了 所以说这个呢 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这次 我们对北京呢 形成封城的态势呢 做一个解读 这个是不是耸人听闻呢 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至少是从东边和南边 出现了这种态势 那么第二个方面 与网友分享呢 就北京的这种围城态势 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不正常呢 你说北京南大门 卓州被封 还容易理解 因为卓州呢 出现了巴黎 那么出现巴黎呢 他决定了封城 这个事故还有一点理由 那么湘河出现了一例 湘河政府第一反应 并不是封城 他划定高风险区 而且呢 连中风险区都没有 就其他地方 全部是低风险区 但是到了今天上午的八点 湘河宣布封城 那么这个呢 显然是有上级的 有命令 就从湘河 只出现一例 就封城 这个在中国来讲 是比较少的 在中国 清零比较变态 比较极端呢 是在前不久天津 出现了两例 就全员进行这个检测 这个是比较变态 重庆的一个也比较变态 就他这一次 中兴城区全员检测 也只检测出来两例 但是仅仅有一例就封城 那么这个在之前呢 还没有过的 在过去两年以来 就最严厉的封城 或者是最粗暴的 这个封城决定 就是一个湘河 大家为什么感觉 封城应该 清零是应该 逐步逐步的放松啊 怎么越来越严了呢 那就第二个方面 LT想与网友交流的 就大家看 最严的是哪呢 它都出现在北京周边 北京距离很远的地方 他们那种检测 还是主要手段 那么到了封城嘛 还是根据感染的数量 像北京周边 才会出现一例就封城 那么反映什么问题呢 它无非是反映两个问题 第一 习近平在北京 要保护习近平 要修护城河 就这种啊 城墙都不行 要修护城河 要不北京周边的呢 主要的人员 货物通行的这些入口呢 它处于一种隔离的状态 隔绝的状态 以此来保护北京 这是一个一个方面理解 第二个理解呢 就与昨天的这个讨论有关 它就是临近二十大 临近二十大 它要确保北京的这样一种啊 管控的严厉 安全 不能影响二十大的召开 所以说 湘河发现一例就封城 这个体现了 中共为了二十大 它这种警戒戒备 安全戒备提升 它进入一种啊 戒备状态 高度戒备状态 所以说 北京这种围城呢 它并不是一种啊 健康形式发生了恶化的一种体现 而是体现了一种啊 政治封城 和政治清零的一种体现 所以从湘河封城这件事 你更加能够认识习近平的 这样一种啊 变态清零的这一种本质 它还是一种啊 政治活动 政治运动 那么通过上面这个分析呢 就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北京的这种封城态势呢 它是一种非常规的手段 就近乎于戒严 那么这样一种政治决定呢 它并不是由于安全 卫生安全形式的恶化造成 而是由于这样一种 政治空气紧张而造成的 那么但愿二十大开完之后呢 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人的生活呢 能够宽松一点 自由一点点 第五个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呢 是中共网络热议啊 中国海关宣布 8月31号起 对出入境人员核酸检测信息等申报 要求做出调整 也就是说海关总署宣布 取消入境核酸申报 这个呢 新闻呢 被国际国内呢 广泛的议论 人们的第一反应呢 是中国放松了管控 或者是降低了入境的门槛 这是第一反应 那么在第一反应之下呢 就有些人在憧憬 习近平是不是对清零呢 有所放松 或者呢 有些人想到呢 是不是习近平被迫放松了这个清零 那么经过一天的 中国网民的讨论呢 发现都上当了 都上什么当了呢 都被中国海关呢 总署的这样一个文字游戏骗了 为什么说被这个 中国海关这个文字游戏骗了呢 就他文字本身没有错 但是他文字故意造成的一种歧义 故意造成的一种呢 你的误读误解 这个让中国社会呢 就感觉被愚弄了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看看这个海关总署 他是怎么说的 海关总署呢 他主要强调三点 他说 在8月31日临时 启用第九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入境健康声明卡 说明 变动如下 第一 申报要求 取消了对出入境 人员核酸检测信息 既往感染情况 疫苗接种日期的申报要求 第二 对以往出入境人员容易产生疑问的项目 进行了完善和调整 第三 增加了在线 确定 采样知情 同意书的功能 更加方便 出入境旅客 简化现场 简易流程 那么这个呢 就是新闻的主要内容 人家名人不说碍事 就这么讲这么三条 那么讲这么三条呢 他就给你造成一种奇异印象 就有些人呢 不认真读 他就得到一种 字面上 他就得到一种 什么样的理解呢 也被媒体呢 第一时间 错误的解读 都是这样错误解读的 他们形成了什么印象呢 就是说 回国入境 不用填写 核酸检测 疫苗记录 但如果你真的这样理解的话 那你就太幼稚了 他这明明说了 不用填写这个记录了 那怎么会说太幼稚了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把中国网民呢 了解 消化 吸收 海关总署这个新的决定以后 他们痛苦的领悟呢 与网友们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呢 他并不是说 不再了解 或者不再需要你申报 你的核酸检测信息 过往感染情况 和疫苗接种情况 并不是取消这个程序 而只是呢 把原来要现场申报 填写表格呢 改在网上申报就可以了 就做了这么一点改变 其他的任何都没有变 你记住这个海关总署这个 那如果要说的 再形象一点 让大家理解 这个没有变的是什么呢 就第一 你要回中国 海外回中国 你必须接受 他规定那种检测 几天一测 而且呢 要建立他的所谓的健康码 没有这个健康码 你登不上回中国的飞机 这个变了没有了 你该检测 检测的强度频率 没有变 第二 你回去之后 要被隔离 现在是海外回中国 这个最怕的是隔离 隔离取消 没有了 没有取消 你说为什么没取消呢 那个不是海关隔离你 是当地的政府隔离你 所以说各个地方 照样会隔离你 你看 第一 申报 原来是现场申报 变成了网上申报 第二 你该检测的强度和频率 你根本就不能够省 上飞机前 必须达到条件 根本不能够省 第三 你下飞机以后隔离 这个根本就不能省 所以说呢 这个海关总署这个呢 他有点挖羊头 卖狗肉了 他实际上 他应该老老实实说 就是线下的 这样一种申报呢 改成了线上网上的申报 就做了这么一点点 小改动 但是呢 他起那么大个标题 取消出入境 核酸申报要求 这哪里是取 根本就没有取 他就是线下的取消 当场申报 填表申报呢 改为线上申报 其他一切都没有变 那么当海关总署 发现中国人都在议论 这个事儿 或者明白了 被这个海关总署 挖羊头 卖狗肉 这个欺骗以后呢 海关总署 今天补了一个通知 他补一个什么通知呢 他说 我们发这个通知 根本没有那个意思说 放松了这种管制 根本就没有的 那是你们理解错了 我们这个 简化这个程序 线下变线上 是为了提高效率 根本不意味着 放松了管制 所以说你看他 倒打一耙说 你们理解错了 不是我忽悠你们 是你们理解错了 所以这个 整个的海关总署 这个通知啊 弄了一个大型的 感情愚弄 戏弄了这个中国人民 当然主要是 戏弄了海外的中国人民 那么今天呢 又发生一件事呢 就是更加印证了 海关总署 这个规定呢 是忽悠人 因为今天呢 中国官方正式 向美国提出抗议 因为美国呢 从9月份开始 要暂停 26架次中国航班 飞往美国的航班 那么中国就说 你不能够 你怎么能够阻断 这种旅行呢 你怎么能够 单方面的取消 中国的航班呢 实际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中国 先熔断了 美国的这个航班 也差不多26架次 那么美国嘛 实行对等的 这样一种制裁措施 你停我26架 我也停你26架 所以说你看 在海关总署 做了那么一个 似是而非的那样的行李 不能说是假新闻 但是他故意 制造 容易制造这种 奇异的这样一种新闻之后呢 又发生了 中美两国互相取消航班 就是说 这个清零啊 没有完 这种变态防控 根本就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 所以从这个新闻事件 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 就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你任何啊 幻想 这种清零会放松 清零呢 会终止 这种幻想都要丢掉这种幻想 不可能的 甚至是 你从刚才我们分析的相合封城 他甚至会在局部 会越来越严 越来越变态 因为本身 这个清零呢 他都是不科学的 本身是不必要的 他清零的 动机本身 政治方面的考量 远远多于健康方面的考量 所以既然是一种政治运动的话 那么他一定要到了 解决他的政治担忧之后 这场政治运动才会结束 那么至少至少 是要开完二十大 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